拍片最大的问题是录音 环境之下 哪支麦克风或者如何录到声音 和少了所谓的障碍的杂音 我现在正在用J4来拍 也正在用一部建设的麦克风 澄清一件事 我对手录音是完全不认识的 因为不认识 我就不断买了好几支不同的麦克风 这一集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现在用的麦克风是这支 Audio Technica 这样的距离 聲音如无意外沉了很多 以及清晰了很多 对吧? 这一集我会尝试用几支不同的麦克风去拍 去试 我会尝试用几支 纯粹是给大家做一个很基本的 很最终的叉咪 刚才说了 我完全不是录音音录音录音这一边的 我对这些麦克风 完全不认识 在不同的环境之下 应该做哪支麦克风 应该是如何 这个学问太过莫测高深 我自己也要随时去认识的 所以我完全没有这样的能力 说哪支麦克风 好过哪支麦克风 或者这个牌子是否好过那个牌子 完全不知 这些外面的麦克风 你买什麽都好 一定会好过 相机的设计的麦克风 这个只可以肯定你这样说 现在我正在用Rode的Wireless Go 这是第一代 这个麦克风 直接接下来的Blackmagic 用3.5 jack 很简单 我手朵上有不同的麦克风 来说 这个麦克风 这个设计是最容易用的 唯一的问题是 只会录到我的声音 我估计大家听到 用这个麦克来录音 就比较薄一点 相比起音乐技术 因为这个是长期接下来的 跟这样的距离来说 我去到哪裏 录音的程度 永远都是一样的 我可以走来走去 你会走到哪裏 你会走到哪裏 音量都差不多 我会说 这个特点 特性 是这种麦克风的最大的 功能 大家觉得是怎样呢 是喜欢这把声音 用这支麦克风的声音 还是这个 LD Technica 是一个 Broadcast 或者是 DJ 在电台说的 我估计是类似 它是用XLR cable 相反 这个是3.5 jack 这只小子 现在我们在 in-door 里面 不代表这裏是静的 有很多 古灵精怪的 雜音 例如 空气清新机 部电脑 其实都有 製造 很多雜音 哇哇哇哇 雪柜 冷气机 抽湿机 全部都是 製造 怪音的 一个 源头来的 但anyhow 我现在就在用这支麦克风 这个无神神的麦克 那这支呢 是我们的 影友 阿Matthew 彈过来的 这支就是 Rode的 Videomic 最新版 NTG 那这支 就 我用过它几次 碎了 第一 就是我一是没有充电 二 就是我不小心 这支麦克风 这支麦克风 就是用3.5支 直接接下来的 黑魔法 就是这样的 两个手掌的距离 一般来说 这支麦克风 就是这支麦克风 这支麦克风 除非我说话 是大声了一点 否则 怎样都会有 所谓的 空间 感 或者小声一点 这就是 所谓的 拍摄 那时候 难就难在这里 因为你又要 拍摄 主体 主体又会 说话 同时 我未必想 我未必想 連起麦克风 放在整个 屏幕里面 我们 在拍摄 以YouTube来说 这支麦克风 就放在相机上面 那支麦克风 这是最容易的 但是 很多时候 除非有 拍得近 否则 有一定的 距离 的话 那支麦克风 也是 比较 薄一点 就好像 现在 比较 现在 即是 如何摆位 都是其中一个 学物来的 那支麦克风 就是 在拍摄 主体 另一支麦克风 就是 用 那支麦克风 就是 在那支麦克风 刚刚 掛在 那支麦克风 或者 Talent 的 頭 就越近 越好 那 那 你尝试想想 如果你拍摄 全日 那支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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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算是 用户友好 因为 一本来说 一般来说 如果有两三个人 在奋嘛 都 相对比 各种 下 identification 它的张钜 是最简单 直接 起碼越来 是 不要太多 個人化 相比起Wireless Go 或者這個就只是錄自己 自己在這裏 咦咦咦咦咦 但是你預算 如果用這支麥克風出街的話 都有機會 不是,對不起 一定會錄到 街上的不同的雜音 在這裏 不要說哪支更好還是更好 你如何用這些設計 這個無神神的東西 究竟有沒有用呢? 這個叫做Dead Cat 這個是Wind Breaker 最有用的是 如果你在街上 和那時很大風 就有這些Dead Cat 在咪咪套進去 就會減低 這支麥克風的雜聲 是有很多下 所以這個是蠻有用的 以我所知的話 這些死人東西 要壓外買的 我放在這裏 究竟這些死人東西 以我所知 是不便宜的 因為都蠻貴的 我懷疑它有一定的作用 一般的Videomic 都連同了 Foam Windchill 究竟哪一隻好一點? 我個人沒有直接的經驗 所以我無法回答 這一支 又是另一支Rode的Videomic 叫做Videomic Pro 這一支 很早期買下的 條線很短的 又是built-in 所以只可以放在相機的機頂上面 相比起現在最新的NTG 我舊的麥克風 完全是非常刺激的 這兩支麥克風之中 哪一支錄得更好一點? 答案是我完全不知道 只看SPEC 當然NTG更厲害 問題是我自己聽下去 又聽不出很大的分別 現在大家是不是聽到 聲音又不同了? 事實是我真的換了一支麥克風 跟大家說話 這支麥克風的品牌 這支麥克風的特點 這支麥克風的特點是 它是用USB only 直接插進去電腦 做一個VoiceOver 如我所知 就應該不能直接插進去相機裡用 除了VoiceOver之外 如果你開Zoom的Conference Meeting 你也可以用這支麥克風 直接插進去電腦 接著就一輪嘴說話 說真的,聲音質質也不太差 但我覺得是不錯的 你或許會問 為何我會買這支麥克風的MV5-1 簡單地說 我覺得它很帥 很經典的 Gerovia 這樣說說說說說說說話 它的樣子 很Vintage 整支麥克風都是鐵 是非常聚首的 當然這支麥克風對拍片 我覺得不太有關事 但無論如何 你或許現在會問 我現在正在用哪支麥克風呢 這支麥克風在哪裏呢 聲音不太像音樂技術 也不太像音樂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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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我現在正在用什麼呢 答案就是 SYNCO D2 都是一個Directional 是一個Shotgun麥克風來的 那支麥克風在上面 那我現在 我現在 半個Arm away 這個Distance 這樣去 這支麥克風又是用XLR cable 就駁了下去 Zoom H6 這支相對來說 是比所有的麥克風 是特別長一點的 錄軟一點的 subject 軟一點的 subject 理論上 理論上 現在呢 因為我不是對著麥克風來講話 而是半對著鏡頭來講話 所以我不敢說它錄得好 因為它也算是敏感 和比較靜的 和一個flat一點的聲音 那這支的M light 有些人就喜歡這樣 為什麼呢 如果你錄的音樂 Original Source 越清潔的話 理論上 在Post Processing那邊 就會比較容易 和可以做得更多的東西 一句說完 就好像拍片 拍照 都會撿相 和撿一些片的顏色 錄音呢 都需要撿的 就是 如果你對拍片 認真的話 如果大家 都是不是有興趣拍片 第一件事 是不是都買一支 外面的Mic 第三步驟呢 就是 嘗試一下 收拾聲 那究竟如何收拾聲音呢 我自己都在學 錄音這個範疇裡面 吃了太多太多 太多東西了 不可能一時三刻 是可以說出來 當然我也沒有這樣的能力去說 如果你去外面拍的話 或者是外面錄音的話 你又 又 又需要不同的設置 怎樣去擺 microphone 諸如此類 你要在Post Processing 就 如何 eliminate 或者 reduce 這麼低 後面的雜聲 在同時 如何 focus在主角的 聲音 only 這個功夫 正常來說 在家裡 收拾 聲音的話 很多時候都需要 用這個 耳機來聽 是有很大的幫助 而不是 依賴電腦的 聲音 當然 我是一個死冷鬼 十次裡面 起碼九次半 都不會收拾 聲音 說到錄音 其實很多 題目 都沒有 例如 Zoom Edge 是 Sound Mixer 究竟 需不需要 有什麼好呢 琳琳琼琼琼琼琼琼 其實 完全是一個 另一個 宇宙 錄音 我很多時候都說 拍片和拍照 是很接近的 有很多地方都有 有overlap 拍片 多了一個 叫做 錄音 這 是一個 我個人覺得 非常複雜的 課題 所以 我慢慢 在拍片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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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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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好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 關於 錄音 拍片時錄音 這些東西 可以留過言 大家研究一下 今集 就 吹到這裡 下集再說 拜拜